真實的狀況應該具體描述叫做什麼呢 它不是志玲粉跟柯粉的對抗 它是因為志玲姐姐所引起的中間選民的反抗 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嘛 因為志玲粉跟柯粉之間 你可以想也知道 就是說裡面一定有一些人是重疊的 但這件事情的問題不是在於說 我因為支持林志玲 聽到這句話之後我就跑去退戰 而是因為在這一段時間以來 柯文哲有一些發言 當然引起很多的關注跟檢視嘛 那你知道他所講的比較辛辣 比較激烈的話的時候呢 大家看起來眼睛當然會瞪很大去看 但問題是在這一次又一次檢視過程之中 那一些話 了不起頂多就是什麼呢 是政治人物之間互相的口水戰 那對很多選民來講 他不見得有感覺嘛 他可能就是平常在忙著上班啊 你們政治人物打嘴炮 他管我什麼事 但現在的問題不是啊 現在的問題是你去比了一個叫做 學姐跟林志玲誰比較漂亮 然後柯文哲的回答方式叫做 林志玲不是懷孕了嗎 那他應該沒有比賽資格啦 那這句話言下之意 很容易被解讀成為什麼意思呢 解讀成說 你既然這個意思是不是說 他因為懷孕 所以不夠漂亮 所以不能跟學姐去做比較 去比賽 就會變成這種解讀嘛 那當你是一般的人 就是比如說上班上到一半 看到這樣一則新聞 你會覺得對這個人的觀感 是正面的嗎 不會嘛 第一個反應就是歧視嘛 第二個是哪一個人不是透過媽媽懷孕之後生出來的 所以這同時得罪的是什麼呢 同時得罪的不是只有是女性的族群喔 還有同時得罪的是很多媽媽生下來的孩子嘛 像我們不都是嗎 大家都是 所以他的打擊面 絕對不是只有大家想的 喔 是林志玲粉絲跟柯粉之間對戰這麼簡單 他的問題是很多中間選民聽到了之後呢 會在那個時候會有憤怒的感覺嘛 所以變成說柯文哲這個失言呢很重要 所以你去看柯文哲的動作 當柯文哲去談到今天對陳菊的開炮 或是對蔡英文的開炮的時候 憑良心說 我們也覺得聽起來也很不禮貌 也很不得體 他講說蔡英文是不會考試的韓國瑜 這個部分呢你會發現他已經顯然把韓國瑜 當作一個負面用詞 所以他把 對 他這樣是不是也得罪韓粉 他之前就已經得罪韓粉了喔 他是現在豁出去囉 豁出去直接把韓國瑜當作是一個負面形容詞 然後去灌在別人身上 可是他的爭議是在於說 你前面去講說蔡英文是一個不會考試的韓國瑜 這樣子我要替蔡英文暴驅 人家學歷很好啊 對 就這一點邏輯上我也 我們就覺得很奇怪嘛 但最大的問題是在於他在形容陳菊說 是很肥的韓國瑜的時候 這句話一般人怎麼聽 你都覺得說這也是一個外表的歧視啊 這不只是性別歧視而已啊 我覺得他其實可以跟吳敦義主席手牽手 因為吳敦義主席也說過不一種 差別是在於吳敦義應該不會 敢把韓國瑜當作負面的形容詞 不然他會被開除黨籍 所以在於說今天他講說陳菊是很肥的韓國瑜 這句話講出來之後 大家都判定他一定是失言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柯文哲的處理方式是在陳菊這件事情絕對不道歉 他還告訴你說 胖瘦就是客觀的用詞而已啊 但是在林志玲的事情呢 很快道歉 還告訴你說 柯文哲說他自己就是性貧教育上的不夠 自己自貶了自己了 對 那何以有這樣的落差 為什麼 很顯然你會發現 因為陳菊是政治人物 所以對柯文哲來講呢 那裡面的操作比較容易變成是政治上的對決跟對壘 但是呢 來到林志玲 你要跟人家說林志玲是政治人物 跟政治圈觀點很深 不可能嘛 也沒人相信嘛 所以在這件事情 他如果不趕快道歉 他的失血會更多 因為光是這一句話 多少女性選票馬上就離他而去啊 但是離他而去這件事情 對他來說不是最重要的 最嚴重的是什麼你知道嗎 最嚴重的是 如果他要郭柯和 他要跟郭台銘去做合作的話 你已經下跑這麼多女性選票了 然後你在選票開拓能力上市一大塊 你還要去跟郭董去做合作 我們曾經看過郭董的選票結構 你知道郭台銘最缺哪塊選票嗎 年輕 女性 喔 女性 郭董的婦女選票其實輸給韓國瑜很多 在之前從國民黨黨內初選 到後來的民調都看得出來 那郭董本來婦女選票就缺了喔 那你現在進來 你也跟他合作 不但不能加分 你還有反效果 你還拉了一個林志玲的這個問題 綁在這個地方 那你今天如果再跟郭台銘合作的時候 這個事件有沒有很像什麼 很像一個人身上綁了一個炸彈 然後我就一直抱著周老師說 我要跟你合作 我要跟你合作 周老師不想跟你抱 你會發現 我問你 周老師會跟我緊緊的抱在一起 還是跑得更快 你有炸彈他當然跑啊 對嘛 全攝影棚都跑了 那所以請問郭台銘到時候 要怎麼面對柯文哲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在柯文哲 一定要趕快做危機處理 要不然得罪林志玲呢 除了得罪女性之外 它是一個很好記憶的標的 對 甚至於現在想到學姐 未來學姐如果要去北投選舉的時候 大家就會在一起那個 你講了林志玲的個人隱私的事情 你被做比喻 而且在網路上已經有人在討論一件事情 就學姐為什麼要一直跟著柯文哲 然後說今天柯文哲有這麼多 對於女性冒犯的一些這種記錄 那學姐面對柯文哲的時候 這麼長期的相處 怎麼性貧教育好像怎麼上時間都不夠 所以就會自然而然有人有 就引起這樣的問題出來 可是問題就是在於說 今天柯文哲即便快刀斬亂馬 趕快道歉處理了 可是我們想想看 柯文哲之前很多事情很快的道歉 處理 那個是他的聲望跟支持度 還比較高的時候 當他走在一個下坡的時候 在掉粉的階段裡面 他這個事件出來 你覺得他處在逆風的狀況 他要扳回這個問題 有這麼快可以止血嗎 所以問題在於說 他現在的狀況 他要迅速的止血 但他不一定止得住 這樣問題就來了 那現在郭台銘要評估 他要不要選總統 距離時間剩多久 距離時間只剩9月17號之前 而且我們告訴大家 今天5號剩下12天 根據我所知道的 9月17號 9月17號那一天 郭台銘要去美國訪問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要去美國訪問 他一定要在9月16號以前宣布 距離現在分分不到兩個禮拜 那郭台銘現在看到 柯文哲這個狀況 請問郭董現在會不會覺得很頭大 really實料 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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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